你知道骗载黄和黄金哪个贵吗 我们先来看看某宝上的官方店铺上 价格是三克一粒的骗载黄是590块 当然这个价格仅仅只是让你看看的 询问客户压根就没人搭理咱 另外一家加价到1050块 这啥概念 相当于一克350元 看看现在的金价 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金价是350亿元 刚好一克骗载黄换一克黄金 牛吧 纵使零售商加价了100% 这利润够丰厚了吧 猫眼询问店家之后依然是没货 不知道你嗅到了相似的味道了吗 在骗载黄身上能闻到茅台的味道 有钱你也买不到 那今天咱们就来揭秘一下 这贵如黄金的骗载黄 到底为什么这么贵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欢迎关注猫眼的频道 我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为您解读 您在点赞的时候 可以按住点赞键不放手 就能触发超级赞 也是给猫眼最好的鼓励 谢谢 要了解骗载黄这么贵的原因 可以从其稀缺性 金融属性和礼品属性 几个方面来探究 先说稀缺性 当然了 骗载黄能火的基础在于 其一张神秘的药方和贵出天际的原料 每一个大品牌 似乎都有一段传奇的故事 小到天天吃的热干面 大到国际品牌香奈儿 都是如此 那这个骗载黄也不例外 相传在明朝的时候 宫廷寓医疑对朝局不满 愤然回到老家张州出家为僧 把宫廷药方骗载黄带了回来 治病救人 反正故事真实性 我们无从考证 但是单单从故事中我们就知道了 这药来历不凡 那可是当年宫廷中的用药 至少从当今营销角度来考虑 首先这个故事就已经给这个品牌 打上了富贵药的标签 当然故事绝不是全部 作为一款疗效绝佳的中药之地 国家也是极其重视的 中国为保护中药配方 一般会把保密程度分为三级 而最高等级则是国家绝密配方 而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的中药配方 仅有骗载黄和云南白药 这个级别的配方有啥好处呢 就是以法律条款规定了 这两种中药配方不可复制 不可泄露 也不可由其他公司生产 这也就从法律上限制了骗载黄 必须是独家生产 不可能有第二家 这也就是巴菲特所说的护城河理论 这个护城河是别人无法突破的 多么生意 你说好做不好做呢 再说一下它的作用 作为消炎药 其实有很多药都可以替代它的 但是为什么它能这么贵呢 在骗载黄作用绝佳的前提下 骗载黄价格高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它原材料非常紧缺 其主要色味于原材料 天然色香 舌胆 牛黄 三七 后两者还好 通过市场都可以很好的买到 但色香和舌胆就不行了 这两种都需要国家配给 天然色香取自 色这种动物的旗布 的密物 是一种高端的中药原料 但是色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这可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 一头色 一年只能产20克的色香 一年一个中国才产180公斤的色香 而一年各大医药公司和科研机构 就需要有1500公斤的色香需求 缺口达到88% 足可见这色香当真是极度的稀缺 也就是说受制于原材料的稀缺性 片仔黄短时间内不可能突然就大幅增加产量 所以从这里你就会发现在资本市场和实体零售市场就会出现囤积片仔黄的现象 资本市场上其主要股东结构非常稳定 最大的股东是张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股东王富介堪称是中国最牛的散户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已知的信息披露 他已经持有片仔黄股份长达12年之久 从当初的五元建仓到现在的447元已经成功增值90倍 如果他不是了解片仔黄的原料稀缺性 又怎么会如此读定片仔黄的未来呢 资本市场如此 零售市场亦是如此 片仔黄16年来已经连涨16次价 有炒币的炒鞋的炒游戏装备的炒盲盒的 这么一个大市场怎么会少了炒药的呢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 片仔黄都是一个可以炒的对象 稀缺需求大 当供需产生矛盾的时候 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价格上涨 所以在此次的片仔黄紧缺之下 仍然有黄牛手中有货 就不难理解了 人家其实早就囤好货 坐等涨价了 当黄牛跟片仔黄联系在一起 这就披上了金融的属性 因为片仔黄可以拿来赚钱了 有金融属性的商品 还有比如茅台 如果你能理解茅台的价格上涨 也就能很好的理解片仔黄的上涨了 茅台的一年产能是有限的 需求却很大 是不是跟片仔黄很像呢 当然你可能会说 茅台人家是可以拿来送礼的 你难道拿片仔黄去送礼吗 你别说 这片仔黄还真的就有 跟茅台一样的礼品属性 片仔黄本身就是OTC药物 但是渐渐的人们把它当成一种保健品来用 就是能保肝护肝 那哪些人需要保肝护肝呢 当然是那些经常喝酒的人 送礼可以送酒 当然那也可以送片仔黄 关键是片仔黄也是足够的贵 能担当起高端礼品的称号 也就是说茅台与片仔黄的送礼目标用户上 是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重合的 当片仔黄拥有礼品属性的时候 就会凭空的为片仔黄产生额外的无需求的客户 这无形中又增加了片仔黄的市场需求量 就会更加加剧供需矛盾 价格上涨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所以片仔黄能否避免被炒 关键就在于摄箱的原料来源 片仔黄现在开始人工仰摄 但是根据中信证券研究部的报告 林社的养殖存在很多技术难点 难以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扩张 所以供需矛盾 恐怕的很难在短时间内就能解决 虽然片仔黄公司可以短期加大供应量 稳定市场 但库存清光后该怎么办呢 您觉得会不会再次出现 如今被爆炒的局面呢 欢迎留言评论 都看完了就顺便点个赞呗 感谢关注黄产的频道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